《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我们继续来学习《冷言经》 阿难 火性无我 寄予诸园 乳观城中 未识之家 欲催钻石 手持阳碎 日前求火 阿难 名何何者 如我与乳一千二百五十笔 求金为一种 众虽为一 节气根本 各个有身 皆有所生 士族名字 如舍利弗 波罗门种 忧鲁平罗加社播种 乃至阿难 取谈种性 阿难 若此火性 因何何有 比手直静于日求火 此火 唯从静中而出 唯从爱出 唯于日来 阿难 若日来者 自能烧如手中之爱 来处临目 皆应受焚 若静中 出自 能于静 出然于爱 静何不容 欲如手直 尚无热相 云何如盼 若生于爱 何寄日静 光明相接 燃后火生 如幽地观 静音手直 日从天来 爱本地生 火从何方 游历于此 日静相远 非和非和 不应火光 无从自由 如游不知 如来藏中 性火真空 性空真火 清静本然 周便法界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阿难当之 世人一处直静 一处火生 便法界直满 世界起 其便世间 宁有方所 寻厌发现 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 及自然性 皆是时心 分别忌度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阿难 水性不定 流息无痕 如世罗城 加比罗仙 卓家罗仙 及波头摩河萨舵 等诸大幻师 求太阴经 用何幻药 世诸诗等于 白月昼 守直方诸 成月中水 此水为父 从诸中出 空中自有 为从月来 阿难 若从月来 尚能远方 令诸出水 所经林木 皆应土流 留则何代 方诸所出 不留名 水非从月降 若从诸出 则此诸中 常应流水 何代中消 成白月昼 若从空生 空性无边 水当无际 从人之天 皆同现逆 云河 富有水路空行 若更地观 月从天智 诸阴手持 成诸水盘 本人辐射 水从何方 流注于此 月诸相远 非和非和 不应水经 无从自由 若上不知 如来藏中 性水真空 性空真水 清静本然 周辩法界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一处植株 一处水出 便法界直 满法界生 生满世间 宁有方所 寻夜发现 世间无知 或为因缘 及自然性 皆是实心 分别忌度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我们来看这一段 佛陀在前一集 里面所讲的地大 从我们当代的知识来看 其实是偏重于 物质化概念的 一个方面 当地大和水大 联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 物质化的概念 而当火大和风大 联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 比较完整的 能量概念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地大 很明显地大 讲的就是物质 无论是咱们身体 里面的器官 组织形态 还是细胞 蛋白质 脂肪 碳原子 氢原子 氧原子 氮原子 还有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 宇宙等等 这些都是有具体形象的物质 它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固态 有形象 这个就是地大 可是就像 佛在前面分析的那样 这个物质 不论怎么分割 虽然没有尽头 但最终 你把它分割到最小 无限接近于空无的时候 这个时候物质的固态性 有形性 就很难成立了 既然在最根本的层面上 物质的固性和有形性 都不成立 那么我们现在能感觉到的 这种坚固的形态 就可以说是虚妄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这个坚固形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说石头 它处在大草原上是坚固的 不动的 能承受种种重压 可是如果把石头 放在活动的火山口中 成为了火山熔岩的一部分 这时候它的固体性 有形性 就被水大的流动性 和湿润性给代替了 因此说地大 也不是真正的存在 只是佛用来说明 佛法道理的临时建立的概念 不能太当真 接下来佛陀开始分析火大 佛说火本身是不存在的 火要依赖于其他各种条件 才能出现 阿难 你曾见到过 在王城之中 那些没吃饭的人家 准备生火做饭的时候 要先拿着火晶石 也就是凸透镜 在光线通过的时候 通过距离的调整 让光线聚焦于一点 光线的热能集中在这一点 在温度足够的情况下 就引燃了比较容易燃烧的 干燥的爱荣 在太阳下面生活 阿难 按照你所说的大种 属于和合性的说法 那火大就应该是和合性的 今天你我 以及这1255个比丘 全都和合成为一群人 虽然称作一群人 但是仔细分析 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 各自有各自的身体 各自有各自的父母 还有家族 比如说舍利弗 是婆罗门庆 幽罗贫罗是加射波种性 就连你阿难 也属于驱坛种性 同样道理 如果阿难你认为这个火 属于和合而成 那么这个人用手 拿着火晶石来到阳光下面 他所生出的火 是从火晶石中出来的呢 还是从爱荣中出来的呢 还是从太阳中出来的呢 阿难 如果火来自太阳 那太阳光自己就应该能把爱荣点着 而且这个太阳光 也应该同时能把阳光经过的树林花草也点燃 可是并没有 所以火不来自于太阳 如果说火来自于火晶石 那这个火晶石自己应该能产生火 然后把爱荣点燃 可是它自己为什么不燃烧起来融化掉呢 而且拿着这个火晶石的手 也没有感受到火热滚烫的感觉 所以火来自于火晶石不正确 那么火是不是来自于爱草呢 如果这样的话 又何必需要阳光和火晶石呢 只要一拿出了爱荣 就应该直接由火产生 所以说火从爱荣上产生不正确 还有阿难 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会发现 这个火晶石是被人手拿着的 太阳挂在天上的 爱草是长在土里的 大家都有来处 可这个火来自于什么地方呢 太阳和火晶石离这么远 怎么谈得上和和不和和呢 而且这个火也不可能是自己跑出来的 阿难 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明白 在所谓的你的真心如来藏当中 本性当中所混变出来的火像 其本质是空性的 本来混变出来的虚空性 其本质也脱离不了火像 不论火像空像这个如来藏 这个菩提真心却永远都是清净的 原始的 本来的 从来都遍布了整个法界的 这个如来藏菩提真心 因为所有众生的妄心 他应所有的众生的 虚妄的认知能力 遵循着所有众生的虚妄业力而出现 在不明白本来真心的时候 就被错误的当成了因缘所生 或者自然存在 所有的这些错误 其实全部都是众生自己虚妄的心意识 胡乱分别判断而产生的 其实所有的这些认知 全部都是假例的名词 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佛陀在这里是分析了火的空性 其实我们可以从现代科学概念上 对火大分析一下 这个火属于一种能量 为什么说火是一种能量的概念呢 就是说你不可能找出来一个 最基本的火粒子出来给人看 你能找到的 最多是物质化的地大的成像而已 那么火大不存在吗 也不是 只要存在物质 就一定存在能量 物质和能量本身是一体的 是不可分的 只不过这个火 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有外在的火焰形态 包括太阳的火焰 火山的火焰 你家里点燃蜡烛的一点火焰等等 这个火大同时呢 它又可以表现为内在的热度 包括体温 人的体温 动物的体温等等 虽然没有任何火焰和温热的感觉 但是呢 还有一种是潜藏着能量 比如说原子核中的能量 它没被利用的时候 不显山不漏水 一旦利用起来了 那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火大 仅仅是对能量概念的一种描述 它不具备实体形态 接下来佛陀又讲了水大 佛说 阿难你看 水的性质就是没有固定形状 一直流动不息 你也知道 在这个王城中有加比罗仙 卓加罗仙 波头摩赫萨多等不少的大幻师 他们为了炼制用来锻炼幻术的丹药 需要取得月亮的精华 每当这个时候 他们会在月光皎洁的夜晚 用手捧着一个 承接月下露水的器具 来承接来自于月亮中的太阴水 阿难 在你看来 这个器皿中出现的水 到底是从器皿中的水晶石中流出来的呢 还是从虚空出现的呢 还是从月亮中来的呢 如果它接到的这个水从月亮中来 月亮和那个器皿离那么远 都能够让它里面的水晶石产生水 那月光照射过的所有东西 都应该由水流出来才对 如果连花草树木 一切物体都能够在月光的照耀下流出水 又何必要拿一个东西出来接它呢 而事实上 月光照耀的树木花草并没有流出水 所以水来自于月亮是不正确的 如果说水来自于水晶石 那这个水晶石应该时常都在流水 又何必等到夜深露众月光皎洁的时候呢 所以水从水晶石中出生也不正确 那么水是来自于虚空吗 如果是这样 因为虚空无边无际 因此这个水也应当无边无际地布满虚空才对 那岂不是说 我们人间天上都要被洪水淹没了吗 那又哪里来的水底陆地和虚空的分别呢 所以水不来自于虚空 而且阿难 你会发现月亮高高挂在天上 水晶石拿在手中 接水的盘子也是人取来布置好的 在这个过程中水从哪来呢 月亮和水晶石之间距离那么远 根本谈不上合合不合合 而且这个水也不可能自己凭空出现 因此说阿难 你还没明白 在你的真心如来藏当中 本性中所幻变出来的水像 本质还是空性的 是幻变出来的虚空性 其本质也脱离不了水像 不论水像空像 这个如来藏这个菩提真心永远都是清静的 原始的 本来的 从来都是遍布整个法界的 这个如来藏菩提真心 因为所有众生的唤心 应所有众生的虚妄认知能力 遵循着所有众生的虚妄业力而出现 在不明白本来真心的时候 被错误的当成了因缘所生 或者自然存在 所有的这些错误 其实全部都是众生自己虚妄的心意识 胡乱分别判断而产生的 所有的这些认知 全部都是假例的名词而已 并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其实当我们用现代科学知识来分析水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水不是绝对存在的 它可以是地大融化以后的变化 当然也是需要很高的能量 去让地大改变的 水大 也可以是我们平常就能观察和体会得到的水的形态 一直在变动当中 它没有固定形态 装到方瓶子里就是方的 装到圆瓶子里就是圆的 倒在地上就是薄薄一层 可是这个液体的形状 它并不是水大的固定样子 它还可以变成固体的冰 从而完全又具备了地大的坚固性和有形性 它还可以蒸发成水蒸气 那既不是地大也不是水大 而是风大的特性 所以说水大 它不是恒定存在的真实实体 仅仅不顾是佛陀的方便说法而已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雅 鱼雷作品 鱼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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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禅宫 風箏如來 今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